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时尚单品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 因为我觉得它们属于那种既融入今年的一些时尚元素 又是非常有质感的衣服 但是在日常搭配起来又很实用百搭 是属于性价比非常高的几件单品 所以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们就晚上开始今天的视频吧 那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第一件衣服呢 就是我身上穿的这条连衣裙 那这条连衣裙呢 是今天所有单品里面我最最喜欢的一件 它是来自一个韩国的品牌 那这个品牌的衣服呢 它主要是以那种简约北欧风格为主 那它所有的剪裁都是非常干净利落的线条 但是又结合了一些非常别出心裁的设计 所以穿在身上会给人这种很高级感 但是日常搭配起来又不会显得特别的夸张 特别的突兀的感觉 像连衣裙呢 它是一个假两件的设计 那上面的这个衬衫呢 它版型首先是一个落肩的设计 袖子也是今年非常流行的这种阔形的袖子 那像这种阔形的袖子呢 它会没有传统衬衫那种正式感 反而是多了一些复古和休闲的元素在里面 那包括这个衬衫的袖口呢 也是这种比较偏长的袖口 那我们在选择衬衫的时候 这个袖口呢 其实越长 它的时髦感就越强 那这件衬衫的面料呢 它属于这种中等厚度 又是这种很挺阔 很有型的一个棉布 但是呢 它有一定的柔软度 所以穿在身上是没有束缚感的 也是非常舒服的 那包括它领口呢 是一个小微领 这边有三颗戴帽色的扣子 也和下面的这个裙子作为了一个连接 下面连接的这个扮裙呢 也是今年非常流行的格纹的元素 但是这个格纹呢 是我见过非常特别的一种格纹 它其实是由这种深浅不一的线条 组合成了大大小小的一个格纹 所以远远的看上去呢 是非常有几何感的 也是很高级的 还有它的颜色 我自己非常非常的喜欢 是一个这种很正的橄榄绿 再结合了这种深浅不一的棕色系 还有白色系 所以会给你一种很有品质的感觉 那我们远处看呢 也会发现这种深的线条呢 它都有一个往下走的趋势 所以穿在身上是非常非常显瘦的 那这条连衣裙呢 它中间呢是一个高腰的设计 也有一个这样的腰带 它前面其实是有一排这样的暗扣 是可以全部打开的 而且这条裙子的长度呢 也是我自己很喜欢的 这种刚刚好的长度 就无论你去配球鞋啊 还是这种短靴呢 都是非常合适的 面料呢也是很柔软亲肤的 我觉得这条连衣裙 在秋冬的时候 穿在风衣或者大衣的里面 都是非常洋气的 也可以里面穿一个高领衫 来做一个蝶穿 而且这条连衣裙呢 我觉得它无论从版型 做工 面料 还有颜色 都是让我自己非常非常满意的 应该是衣橱中利用率非常高的一件衣服 所以当时我看到它的时候 就毫不犹豫的拿下了 而且我当时买的时候 我还在想 过两年我可以把上面的衬衫剪掉 下面的这个格纹的半裙呢 依然是一件实用百搭的时尚单品 第二件要和大家分享的单品呢 就是这件白色的高领打底衫 那像这种高领打底衫 在秋冬的衣橱里面 应该是我们必备的一件单品 那像我自己呢 也有很多种不同颜色的打底衫 那之所以选择了这件 是因为它区别于我衣橱中 所有的高领打底衫 它既可以内搭 又可以外穿 那像普通的打底衫呢 它如果单穿不加一件外套的话 看上去会非常的突兀 自己也会没有安全感 但是这件白穿的话 就完全不会 这件高领打底衫呢 是和刚才那件连衣裙同一个品牌的 那它看上去是一件 非常普通的高领打底衫 但是设计细节也是非常丰富的 首先呢就是它的领子 那像普通的高领打底衫 领口和大身是分开的 这里有一条这种缝线 但是这一件呢 它大身和领口是完全支在一起的 那这样呢就会有一个往上走的趋势 会显得脖子很长 而且它这边呢 也是有这种堆堆领的感觉 是非常自然的 也要比那种翻下来 折在一起的高领打底衫 更加的轻薄一些 像一些大牌子的高级成衣呢 它们才会采用这样的一个设计 所以这件整体穿在身上 也是很有高级感的 那第二个设计细节呢 就是它正面是一个平真的执法 但是到了背面呢 是这种螺纹的拼接的设计 那螺纹其实穿戴正面 会有一定的膨胀感 但是螺纹又是显瘦的 所以它把它设计到了这个后面 那这样从后面看起来 也是非常显瘦的 那正面呢 又是这种干净利落的感觉 那第三个设计点呢 就是它在这边有一个镂空的线条 那虽然看上去是简单的 但是也是让这条普通的打底衫 不那么无聊 这件打底衫整体的一个版型 还是比较偏宽松一些的 它设计细节又很多 所以即使不穿在外套里面呢 单穿也是没有问题的 那它的面料是含有5%的羊绒 和30%的羊毛 那穿在身上 其实没有扎的感觉 是比较轻薄的 有一点点的透 那这个透呢 我是可以接受的程度 那像打底衫 其实它的穿法有无数种 那像今天呢 我就搭配了一条这种 宽宽落落的高腰裤 上面也系了一个淡粉色的打底衫 这样作为一个叠穿 整体看上去 其实就很有Celine的感觉 接下来这件衣服呢 是一件绿色的动纹的衬衫 那动纹在今年是非常非常流行的一个时尚元素 就是无论衣服还是鞋子 都可以看到动纹的出现 那在街拍呀或者时装周上 那些时尚达人也都有穿这种动纹元素的衣服 那我觉得豹纹其实还是比较挑人的 因为豹纹整个的一个积色呢 就是那种土黄土黄的 不是特别的衬肤色 所以在选择这一类衣服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选择这种彩色的动纹 这样看起来也是更年轻化的 那我身上穿的这件衬衫呢 就是我自己非常钟爱的一种衬衫类型 首先它的肩部呢是一种小的抛抛袖 袖子呢也是这种灯笼袖的 那这两个元素呢其实是比较偏复古和可爱的 所以可以中和掉动纹给人带来的过于性感的一个感觉 领口呢是有两条这种长长的飘带 那我自己呢就把其中的一条直接绕在脖子上 这样呢就可以打造出一种choker的感觉 我觉得系了choker会让人看起来更精神 也是更时髦一些的 那像这种有飘带的衬衫呢 我们最好不要是在胸前打一个蝴蝶结这样穿 因为是有一些老气的 如果真的很喜欢打蝴蝶结可以打在侧面 那这样这个威领呢是可以露出来的 也可以露出这个choker的装饰 看起来是更加时髦一些的 那这件衣服的面料呢是乔旗衫 那其实乔旗衫是非常高级的一种面料 它很轻也很薄 那和真丝来比呢 它没有真丝的那种光泽感 也是有一定的激励感的 是偏哑光的类型 所以在日常穿着起来是更好要去驾驭的 因为这件衬衫呢已经非常的抢眼了 所以下半身的搭配呢 我就穿了一条高腰黑色的skinny jeans 在鞋子上呢我也选择了这种某钉的高跟鞋 因为某钉呢是有比较酷的元素 我觉得在结合动物这种有一点性感的感觉呢 也会在整体上给人一种羊蛮的感觉 从7年开始呢我就一直想买一件丝绒的西装外套 当然一直都没有找到合适的 那今年呢我终于找到了就是我身上穿的这件西装外套 那丝绒这个元素呢今年的热度其实是有所稍稍减退的 今年反而是流行灯心绒 尤其是那种粗线条的灯心绒 当然我自己真的没有那么的喜欢 但是这件西装外套的特别之处呢 就是它用了丝绒的面料做出了灯心绒的感觉 它远看呢就是这种丝绒的质感 也是有一定的光泽感的 但是近看呢它是有这种丝绒的很细的这种纹路 所以说对我来说也是一举两得的 这件西装的版型呢就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 这种有点像吸烟装的版型 它没有收腰的设计 从上到下是一个直筒的 那这样版型的西装呢 其实在搭配上可塑性是非常高的 它和任何风格的衣服搭配在一起 都会有一些那种酷酷的感觉 也会看起来会非常有气场 那它肩膀的部分呢是有一点小小的垫肩 领口是这种大翻领 那这种大翻领呢会让这个微领开的比较深 那这样也会起到一个修饰脸型和显瘦的作用 那这件衣服这边是一个两立扣 也是非常漂亮很复古的这种牛角扣 它的长度呢也是刚好去遮住屁股的一个长度 这件西装它的颜色我不知道镜头能不能拍清楚 就是它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孔雀蓝色 那这个颜色呢也是有别于黑色呀 或者藏青色这种西装 看起来是很有质感的 也会很有气质的一个颜色 那像这样的一身搭配呢 它里面整体的颜色呢都是偏浅色系的 外面穿一个这种深色系的西装外套呢 既保暖又非常的显瘦 而且我觉得这一身搭配 日常上班通勤来讲也是非常合适的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件红色的粗磅针的毛衣 那这件毛衣呢是会让人眼前一亮 也是非常非常有特点的一件毛衣 那首先它的颜色是一个很正的红色 这个红色穿上去会很显白 也很衬肤色 看起来是很有气色的那种 而且它的大身呢采用了四种不同种类的枝花 这个枝花呢 让它的做工非常的考究 而且是很有立体感的 那它整个的版型虽然是短款的 但是下面是有一个收腰的设计 是很显瘦的 而且袖口这边也是一个小蝙蝠袖的设计 就整体感觉也是很街头也很慵懒的 这件毛衣最大的一个特点呢 就是这个领子 它是一个比较厚实的这种大的帆领 那这个大帆领呢 也导致了这件衣服 其实它穿法是很多的 那首先它这个拉链呢是可以拉开的 可以作为一件毛衣外套来穿 那第二个穿法也是我自己最喜欢的呢 就是把这个领子拉下来 作为一件一字领的毛衣来穿 或者就是拉开一边 然后变成一个斜肩的领子 因为它还是比较厚实的 所以也不会往下掉 那这样的穿法 我觉得是非常时髦的一个穿法 那这样你也可以去和一些 不同颜色的高领打底衫来做叠穿 等到天气再冷一些呢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领子拉上去 那直接把头发呢这样竖在里面 这样也可以穿出一种既温暖又时髦的look 今天呢我就搭配了一条简单的直筒的牛仔裤 去打造一种比较接头的感觉 那鞋子也选择了这种袜靴 那尖尖的袜靴呢 也会给整体look带来一个很强的时髦感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件单品呢 就是一条超级可爱的半裙 那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尝试这种毛毛的半裙 穿戴身上的感觉还是非常的惊喜的 那这条裙子里面还有50%的羊毛 12%的马海毛和10%的驼羊毛 那这么听起来这条裙子应该是很厚重也很厚实的 但实际拿在手里是非常轻的 那它的颜色也是区别于往年秋冬一个深色系 反而采用了这种很淡的很浅的一个颜色 它主要是运用了米色黄色和一个姜黄色作为一个结合 形成这种大面积的格纹 尤其是在格纹的边际呢 也是有这种晕染的感觉 所以整体是非常柔和的一个色调 那这条裙子因为有这种马海毛的成分呢 所以看起来是更加的可爱的 那它整体的一个版型呢 也是这种很常规的一个很百搭的小A型 也是高腰的设计 这条毛毛的半裙呢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百搭的 它可以和任何的大衣啊 或者毛衣作搭配都会非常的出彩 那今天呢我里面穿了一件白色的T恤 因为我觉得这个logo的颜色和这条裙子的颜色是有所呼应的 那也搭配了一件这种短款的牛仔外套 那包括牛仔外套下面是有这种毛虚边的设计呢 也会中和掉这种毛毛半裙过于可爱的一个元素 那以上呢就是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几件 我自己非常喜欢的秋装 希望你们也可以喜欢 那所有衣服的具体信息呢 我都会写在下面的信息栏里面 如果大家感兴趣也可以去看一下 那这些衣服更多的搭配呢 我都会发在微博和Instagram上面 希望你们可以去关注 那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 记得帮我按个赞 也可以按下面的订阅键订阅我的频道 就会第一时间收到提醒 那感谢你们的观看 我们下周见 拜拜